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主持人有飞小鱼 对 你要赶快帮忙那个号召一下这样子 所以那一天也是跑了 也是跑了还蛮顺畅的 然后再加上天后也蛮配合 没有说非常炎热啦 可是整个跑下来 补给啊各方面都还蛮顺利的 所以那天跑完是有是10小时51啊52分左右 是目前100公里最好的成绩 而且我觉得我看你全程都是笑嘻嘻的在跑 通常通常是还好啦 因为通常因为怎么讲 因为旁边的跑友啦 志工们啦都一直加油嘛 然后我觉得这样子跑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赛事啊 所以也也还好 可是我觉得志明你真的太猛了 你怎么会这么快速 当然你接下来又跑了12小时了 可是我觉得你非常快速的在今年2月份 那个台北超马加年华 你就已经报名了24小时 是的 因为想说 想总是要疯狂一下啦 真的好疯狂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说 跑过12小时 24小时之前一直在揣摩一些前辈 他们的跑完的心得 然后有大概注意一下大概怎么跑 然后觉得想说自己尝试看看 反正我的策略就是说 跑不动就用走的 就是走 走不动就停下来休息 也没有什么丢脸的 然后那一天来跑 其实也还蛮顺利的啦 就是有24小时的跑完 当初给自己的目标 你给自己目标是多少 给自己目标就是讲说 一定要撑嘛24小时 结果那天跑到天亮之后 整个人都嗨起来了 好奇怪的人 对 可惜倩斯那时候没有来 因为还不认识 对 那时候还不认识 在入夜之后是天气有变冷 然后自己会就换衣服 然后自己也休息 休息也不敢休息太久 也没有睡着 前前后后大概休息快一小时 我分两次休息 然后到天亮之后整个因为现场气氛带动之下 再加上有一些竭力赛的跑友也一直在喊加油 整个就觉得非常觉得就蛮嗨的 然后后面跑完就觉得还很OK 就是完成了这20小时也蛮开心的 所以你真的是到目前为止你看你玩过 反正100公里跑过了嘛 然后越野山路也跑过 然后12小时也跑过 24小时跑过 你还有什么挑战啊 还有挑战就是现在先不能讲 有什么关系 啊铁人 你玩铁人吗 没有没有没有 铁人赛通常我游泳游泳这个区块是 不是很熟悉啦 所以没有目前没有接触铁人的身上 那24小时赛制这个我觉得是还不错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我知道大家的目标都是上冬午24小时 很多人像我们知道说 很多人现在都很努力的在拿这个门票这样子 可是现在超马这个风气 不要说马拉松风气热起来 超马风气也热起来 好像会越来越难 只会越来越难 因为我就觉得马拉松这个非常 这两年非常兴盛啊 从赛事我们就看得出来 一整年下来赛事非常多 可以让你去挑选 所以这个门槛提高也是 也是也是势必的啦 所以就是只能自己来自我在加强 那我想问 对我想问一下哦 志明这样子跑成这个样子 他会不会开始给你下门要说 诶那个倩斯你也来跑什么50公里啦 然后来跑什么 他现在会开始给你灌种 我也不要 暂时不要 暂时不要 那我想说 现在跑步对他赞成 他是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运动嘛 可是我知道倩斯其实你还很喜欢 因为我们这是跑步吧 人生嘛 然后有时候谈谈人生 我知道你很喜欢做菜 因为我也很爱做菜 那你是从小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让你很喜欢做菜 那你刚刚又讲说 你如果在家里就会一直很想吃 就一直想给自己做美味料理 对 因为从小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家庭主妇啊 然后就是她很会料理 那从小我就会跟在她身边看啊 所以那时候就有学 就是我妈妈她就跟我说 多少都要学一点这样子 然后在我国中那时候 她工作比较忙 啊因为我有三个妹妹 所以说 哦你们家有四个 四千斤 四千斤 对 哇 就放学回家后 就是要弄东西给他们吃 然后就久了 变成说 我也喜欢做菜这样子 所以你也 就是因为你自己很会做菜 所以你才会让自己 不小心越吃越 可能吧 可是也因为你会做菜 你才有办法瘦下来 因为你开始知道 怎么样子给自己做 一些无油烟的料理 对对对 嗯 这个我要好好的 有机会我要好跟千施请教 因为我也爱做啊 但是有时候就想说 要怎样子 我也在想说 应该要来研究一些 那个那个运动减肥的那种 什么适合的那种 那种那种料理 对不对 嗯 所以其实 不只是跑步嘛 还有一些其他的兴趣嘛 对不对 对啊 嗯嗯嗯 那你接下来 你说你不想要去像志明这样子去 去挑战这种更大的 可是对你来讲 你你是抱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 你是想说 啊有好赛事就继续报名 因为我知道你也 你也有参加志工 然后10月10号那个开馆杯 那个欠 那个志明那一组 你也是他的组员嘛 对不对 对 嗯 那是兴起什么样念头 会让你也想当志工 因为我觉得去参加赛事的时候啊 我们到水站还是说会场 我们都是东西交给志工啊 然后拿了补给吃 可是我知道说那背后 其实志工他们都要准备很久 很辛苦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说 如果有机会可以服务跑者 也很棒啊 也很棒哦 对就是不一样的经验 我一直认为说 我会跟人家讲说 来看这种不一样的 因为这种挑战对我们来讲 可能有时候是难了一点 可是也因为去当志工 然后我会兴起了自己的一些 也想要说 说不定哪一天我也可以这样子跑 因为我以前 我原本是完全不想跑全马 就是去当这个 24小时的这种志工啊 补给 然后看了之后才会热血沸腾 然后就被人家这样一讲 然后我才愿意从21公里变成42.195 也是因为那样 可是刚刚志明在讲 为什么我会去跑那12小时 那个这根本就是去玩的嘛 完全没有是想说 要去给自己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挑战 因为我想说 就像他讲的一样 绕圈圈嘛 然后走跑不动就用走的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下次你也来玩 明年的超马加年花你也来玩 因为不用担心 他没有什么门槛啊 想睡觉就睡觉啊 对不对 想吃东西就吃东西 志明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是 然后可以一圈一圈 大家一起开玩 那个打个招呼这样 对不对 对啊 好累哦 不会啦 你问我就知道 我有玩过12小时不累啦 不会我看飞球鱼跑得非常不错 我那天真的还蛮开心的 然后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累啊 也不会想要停下来说 什么睡觉 当然有停下来吃东西 这是一定要的 那天吃很大 然后我们还有朋友带什么炸鸡来 你看好好玩这样 吃好好哦 吃很好 我跟你讲很多东西 又有阿舍干面 又有鸡汤 又有各式各样东西 真的很过瘾啊 所以其实一点都不会不好 明年一起来 明年大家一起来 因为好朋友大家揪着 然后你这样子跑 我们速度不一定一样 可是我们会不断的碰到 然后一起打招呼 你就会觉得那种感觉 其实还蛮好玩的 对不对 嗯 那我们知道说致民 我刚刚一直在想 致民还有一个很有趣 很有趣的身份 因为你居然领有那个EMT 你是什么样的情况 EMT应该是叫救护 急难救助 紧急救护技术员 嗯 你是什么情况之下去考这个 通常这个是我在三年前 有一次机会有接收到这个训练 那训练好像要 应该是四十个小时吧 嗯嗯嗯 要接受四十 要考试吗 他要有比试跟那个始作部分 那三年前有一次机会 接收到这个课程 那有顺利拿到EMT1 就是初级 初级紧急救护技术员 哦他有分不同级 初级中级跟高级救护员 嗯那拿到 有拿到这个证照之后 教官有说 嗯 然后这个证照可以到外面 如果有一般消防队有 需要招募到 当初是叫凤凰志工 嗯嗯 那现在现在不是 现在是改成救护志工 嗯嗯嗯 就可以到那边看有需要 招募志工的 你们可以去参加 嗯就可以 去协助消防队 就是跑一些救护 嗯嗯 就是上救护车 跑一些救护 嗯 当下觉得说 哎还不错哦 可以把一些所学的东西 来 可是你是学这个吗 哦 你以前是学这个吗 哦不是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工作之余 你的兴趣 对对对 我想说 有刚好有接收到这个课程啊 嗯嗯嗯 我这个课程之后就去找 看 那时候就刚好找到戏子 哦 所以就来 目前就在戏子那边 也待了一两三年了吧 到现在 所以他是怎样是你每个礼拜要播多少时间 然后去 是的 他每个礼拜 他志工规定里面有 呃 每个志工 一周要来携勤三小时 嗯嗯 至少三小时啊 嗯 那三小时当中就是呃 有救护就跟着随车出去跑救护 那三小时到如果通常就是看志工的时间调配啦 还蛮还蛮贪性的 嗯嗯 那也学到蛮多东西 而且也看到蛮多 对你有什么样特殊的例子啊 呃 你有经过什么救救助的这种 通常我们做CPR的压凶只限于安妮 就所谓的那个模型 嗯 那我第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有 有去压到真的人 嗯 通常很多跑救护的志工 真的要刚好遇到case有需要压凶CPR的 还真是 等于是可以不可求啦 嗯嗯 那那一天我是就压到一位 一位大概二三十岁的一位女性 嗯 她还蛮蛮壮的 蛮壮壮壮的 那当下的状况就是 呃 警销学长他们啊 我们配合都是一救护车上会有两个警销的学长 嗯 加上我们志工一位 嗯 三位一起出这一趟救护 嗯 那当下我们到了现场 嗯 需要救护的那一位患者已经在地 躺在地上停车场 在一个停车场的地上 嗯 然后他的朋友已经在帮他做压凶了 嗯 嗯 我们过去就是把他接手过来 那我就 志工部分的话我就去做 我该做的动作就去做压凶 嗯 真的当时非常的紧张 通常压 压凶 从就是非常紧张啊 从现场一直急救 然后上救护车 救护车上继续压 嗯 要到医院 交给医院去 做后续的急救 我们才完成了我们整个的 这个救护的工作 所以你有把他救护车上继续压凶了 这个当初隔天之后我们有再去询问 是有救我回来 嗯嗯 可是好像在第二天吧 就就往生了 啊真的啊 所以我们也是很难非常难过 嗯 可是我觉得就是救护 接触救护可以让我感受到 嗯 人生非常 人生无常 嗯 把握当下 嗯嗯嗯嗯 那给我看到非常多的人事物的东西 让我体会很多啦 嗯嗯嗯 感慨良多 所以你你你这个 这件这个工作 其实你已经做了三年多了 嗯 是的 从 对差不多三年多了 到现在目前为止 嗯那那你就是觉得说 它是一个还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对 对对对 能说做功德嘛 其实也不是啊 其实我个人想法是说 我学到的这些东西 人人帮助一些 我需要帮助的 而且救人 这种东西是人的本性嘛 嗯 通常我也很乐意做做这个工作 嗯嗯嗯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说 没想到那个志明拥有这种EMT的这个 那我那个这个 以后这个 在赛事上面啊 他就可以纳入那种 因为我们每次在超马协会里面有阿梦啊 还有主任的蔡大嫂 玉娟 他们两个是护理人员 但是我们很希望就是说 还有其他的 那志明这个EMT 还会也是阿梦告诉我的 他怎么会知道你是EMT这样子 呃有一次在去年 去年嘉恋华的时候 他应该是在我的脸书上有 看到我脸书上有一些消防队的一些照片 嗯 一些活动讯息 他跟我讲说 呃志明你也是消防队的哦 从那次之后他才知道 嗯我 有EMT的那个身份 嗯嗯嗯那他就说那以后我赛事的话可以 就是说来 赛事这边帮我 我说 我说可以呀 非常好 所以今年的 今年的那个开广别好像就对就排入这个EMT的工作时段 对我觉得也OK啦可以非常好 看我们志明啦他其实是一个跑跑成绩算很优秀的一个跑者 他的马拉松最快有到也是有三小时半以内的 然后呢他什么什么赛事的跑力没有那么长但是什么都跑过 然后你也是一个非常热血的志工 然后现在倩斯也是就是从一个当初的小巷妹 然后到现在变成一个身材这么迷人的一个漂亮女生 没有迷人啦 有啊然后我觉得大家听完倩斯这个真的一定 我相信会鼓励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我觉得倩斯其实认识志明这个好朋友也会让你 呃更丰富 你的人生会更丰富 那你看现在也是跑步 然后又来当志工 那我就是觉得说我今天找到你们两个我也觉得蛮开心的 那我们的时间过得非常快 就要结束了 来来来大家最后结束之前 赶快你要不要跟给你一句话 呃我觉得能开开心的跑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呃是都是有福气的人 谢谢大家 嗯那倩斯呢 我觉得改变自己的过程虽然会很痛苦 可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美好的成果 嗯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棒 我知道我倩斯最喜欢这句话 我也觉得这句话非常棒 然后我们从倩斯身上看到就是一个最美丽的印证 大家一定要来看倩斯的以前的他跟现在的他 然后我希望每个人我们都可以跟志明一样倩斯啊 然后我们大家都快乐的奔跑 跑步吧 人生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ase 거예요 谢谢大家